國外有米其林推薦 我們台灣就由我台麒麟來推薦 台哥 台麒麟 台哥 台麒麟 今天要跟各位一起分享我的 飲食自由秘訣 KICK IT OUT 來 我們舉杯 來… 來… 好不好 大家吃一碗吃一碗 吃一碗吃一碗吃一碗 開動… 哇 這個好香喔 怎麼那麼好吃 哇 台哥 你不只懂吃 還很敢吃耶 一樣50家 你怎麼有這麼好多實力啊 哎呀 這個實力是要保養的 看這個 這個可厲害了 每天擅存三孝益生菌 養出青春好體質 雙酸粒的益生菌 讓你好消化 好代謝好體質 三孝 保養好實力 這樣就能美食見出 暢傳無阻 維持好體質 出去玩也不會被排擠啊 OK… OK… 來 這個方法請 OK 大家坐… 我這個台麒麟推薦你的 下午茶 吃起來 好吃耶 真的是內行的 哇 這樣吃好厲害 難道跟台哥一樣 武漢要來的秘訣嗎 那當然 就是這個 擅存三孝益生菌 專利的代謝菌 代謝順暢大大乾淨 一週養出六倍好聚 哇 這變風景真的超美的耶 你已經懂了三個景點了 邰哥 你怎麼這麼厲害 這好問題啊 想要好吃好玩好快活 就要有青春好體質 擅存三孝益生菌 專利青春菌 維持健康 自然年輕 哇 過的 哇 你們比我還厲害 太厲害 想要實現玩樂自由 就要天天擅存三孝益生菌 雙專利益生菌 讓你好消化 好代謝 好體質 今天的飲食自由之旅 成功 好 其實呢 大家不要認為啊 長生在這樣子這個 大都會裡面的一個 小的放映室 只要是來這個放映室 這個放出的片子 一定是 叫好又叫出 浮相放映室 好小啦 OK 為什麼我們會來這個四片 對啊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是跟國際大導演 還有國際巨星合作了一部 在國際平台上面的 國際大片 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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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才跟不記得名字 不… 我們今天等於是領先全球 因為正片是8月22的時候播出的 對 對 Netflix上面播出 對 而且是全球190個國家同時播出 大家變成真的是國際巨星了 西班牙也看得到 西班牙也看得到 你們現在隨便講一個國家 你們是國外的 我覺得很特別 我跟你講 英文當然是不用講的 英文一定有這個字幕嘛 中文一定是有 日文一定有 韓文一定有 然後那個 反正西班牙語是一定有的 很厲害 有榮幸 很榮幸啊 而且這個算是一個對 怎麼講的 中文的一個探討 這個很玄妙的一個題材 這個主題算是邰哥 對 很適合 沒有人會想到說要用這樣的一個題材 結果雙豪導演同學 想到一個這樣的主題材 因為世界現在就是一個中文熱嘛 尤其是這個是成語 那是怎麼來的 然後這個成語居然可以跟 殺人實現 掛成人 我都想到 我都很可怕 我都不斷 嚇一跳不會就好 你突然會冷起來了嗎 算有在加輪水 我們今天就是全球 領先全球首映給演影先看 然後但是不會看到全部 影集總共六集 我們今天是給大家看四集 抱著還有兩集的心情 我現在不知道 等到8月22 總結合很多歲 不過我一定要先跟你們說 你們在裡面的表現真的很棒 你們等一下一定要期待一下 這個我之前有看了一點 剪了一些片花 你們的表現真的很棒 而且我覺得 沒有想到這兩位導演 這麼慧眼獨具 可以把你們的這個挑出來 然後加以訓練 根據每個人的專長 再來設計角色 所以他每一個角色 都是符合這個人物的特性 我其實看那個片花 精彩預告的時候 我也嚇了一跳 對 因為邰哥在裡面 跟我們平常認識的 他才不一樣 對 很帥 對 對 哇 不是大字報演員的 現在是國際巨星 國際大字報演員 好不好 我有點嚇到 而且你很適合劈頭散髮 真的 就實在講 你很適合火雲 對 因為你說火雲頭 火雲頭 斜神不要講 火雲頭 他比較搞不清楚 對 是不是 所以這個算是一個叫做 character performance 一個性格人物的 一個總表演方式 很適合期待 對 那我們就 一定要再說 趕快進去看一下試驗吧 好 謝謝 台哥 剛看完的覺得感覺怎麼樣 就滿新的 就是這個idea滿新的 沒有人用這樣子的一個idea去拍一部戲 所以這個 就怎麼講 就是 他的殺人動機可能觀眾看起來 會有一種荒謬的恐怖 那看到當初就是定妝的時候 跟劇裡面真的呈現出來的時候 這個感覺跟漫長 我這個是這樣講 像我的定妝我自己是知道的嘛 那其他人的改變都滿多的 每一個人可能都看他的個性角色 就是跟他私底下的那個樣態都不太一樣 那 那像當然 我印象比較就是深的 我覺得就是楊佑寧 我覺得他的眼神 非常的好 包含他臉部的肌肉 就是這個 呈現 我覺得都非常高級 不過他的高級其實是跟你一模一樣 你知道嗎 對因為是我 對因為我先演他後演 所以他比較難 他的難度更高 所以我覺得他演得比我好 那 剛才在看 你自己的部分 剛才在視劇裡面 有沒有哪一幕你覺得印象很深刻 或是最好的 我覺得我可能在演的上面 可能還 還不夠 自己看自己的戲 可能我覺得還有某些 某些演出上面 可能還需要再加強 就戲可能要再深一點 會有這個感覺 那邰哥在裡面 有跟許光漢跟王劍有 很多的對手戲嗎 分別覺得跟這兩位的感覺 對手的時候如何 當然他們 像光漢跟王劍他們的戲都非常的精準 然後詞也下得很快 所以在演的時候其實給我很大的幫助 就是這種feedback 是很快速的 畢竟我們就是說 平常比較主持嘛 真的演震驚戲的機會比較少 所以在面對這些戲很好的年輕演員的時候 他是會有一種 新的碰撞的火花 現在剛才我們看完前世紀 還有一個地方沒有看到 但是因為邰哥應該有記得一件事情 邰哥跟許光漢 還有王劍的 不只是在文戲上面 他們其實有動作戲的 對 那其實來講 對我來說不是那麼簡單 那當然他們可能經常拍動作戲 可能他們就比較家境就熟一點 準備 And action 丟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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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什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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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倒就是說動作戲的時候 對我來講挑戰會比較高一點 我是比較不喜歡動 那最後看完這個四集 如果如果我們應景一下 用一個成語來形容 我們剛剛看完這四集的感覺的話 引人入勝 太棒了 嗯 那最後一個問題問邰哥 因為剛才我們自己在看的時候 很多旁邊也有一些工作人員一起看 很多人都覺得邰哥在裡面演戲的部分 就是出乎意料 真的是完全看到邰哥的另外一面 一個非常專業 非常神的那個部分這樣 這個幹什麼 他在擦黑板 他在擦黑板 他是板丁嗎 不是每一個人 都家境優渥 能夠接受高水準教練 而且 而且 我是不叫名師 我很貴的 如果 有機會的話 又下一部戲的邰哥會想要再去挑戰嗎 盡量不要 謝謝 好的 感謝邰哥 謝謝謝謝 希望大家上這個平台啊 Netflix 去看一下 這個蠻新的一個題材 挺有意思 希望大家也會喜歡 最近拍戲 都在什麼瑞芳啊 基隆啊 這些地方拍 真不愧是台灣的宇都啊 別人講真的是 以為是在水族館裡面拍戲 太濕了 但是還好 VTEC只是讓鞋穿起來 真正防水的厲害 哇賽 OK 太濕了 還有不一樣的 VTECS2024全新推出 一穿脫防水休閒鞋 如果腰膝不好 手拿東西 趕時間出門 免彎腰 免動手 站著就能穿好鞋 看完 覺得感覺怎麼樣 首先 就是在Netflix上會播的影集裡面 有自己的名字 真的 我剛剛真的有感受到 因為我當然知道我去拍戲 然後也有稍微宣傳的工作過 所以吃到這部劇是什麼內容 然後什麼樣的規模 但是我真的看完 真的看到自己的名字 又覺得 哇 真的有演Netflix的劇 的感覺 我覺得感動 真的感激 真的 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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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想要問一下 就是裡面 沒有看到你的造型 對 我們在定妝的時候 跟你實際看到 演出這個呈現的時候 你覺得怎麼樣 有沒有讓你回想到 那時候定妝的那些 因為真的 哇很 對 我定妝的時候其實 裝了超多套 然後那個時候 也是拍了一些照片 原來用在我的所有的那個 粉絲周邊上面 你看你看 哇這個 很認真 美術組 真的是 太可怕的現場 美術現場 和 這些 螢幕 這些也太了了吧 這些是我們 美術組在辦公室裡面 加工 為了這麼愛的應援場 考察都很好 什麼都有 真的很像 到了秋葉園 真的到了秋葉園 你看起來很像是要去秋葉園 對 我現在是一樣的狀態 那個 我真的 我第一次那個 謝真大的家 我有去探班過 謝真大的家 真的是 比我的粉絲還厲害 超多 我的周邊耶 天哪 竟然謝真大家有金庫 你看它裡面有什麼東西 你看它裡面有什麼東西 一定要放在金庫裡面的是什麼東西 這 等一下 妳喝過的 妳喝過的 Yumi的 口 好恐怖 她就 難怪要放在金庫裡面 真的 快直接丟掉 另外一個 欸 可怕了 妳看那一個 Yumi的 呼吸 可以 每次妳的氣在這個裡面 不可以 Oh my God 天哪 這 這 床熟熟的變態粉絲 這個 謝真的真的是 很愛 貓模有美耶 來 妳看 完整的 厲害 厲害 這個 我在AKB很久 但從來沒有做過這個周邊 整身的這樣 對 而且背面也有耶 好厲害喔 天哪 這個是 大家買一個金庫 然後呢 可以有抽產這個 這個機會 馬利亞Q的非常的好 金庫 我跟你講這個地方不是剛才我說過 就是這個地方是經過了一個狀態 之後有點被破壞了 你看喔 家裡被破壞成這樣 什麼東西沒有被壞掉 金庫 金庫 所以每個人家裡如果有一個金庫呢 妳就可以保存很多很重要的東西在這裡面 重點是它除了密碼之外也有那種指紋感應的 我們在料理大賽的時候 我知道了 就是 我跟你講這裡我就要講一些資訊 發易金庫啊 為台灣服務超過40年 然後款式是那種最多最齊全的 然後還有三大的特點 一個是美型 可以居家裝潢 然後版面配置 所以就會之前有什麼鋼鐵人啊 米老鼠啊 還有各種的 喜歡 然後它就是安全嘛 它是有通過那種 只在60分鐘防火測驗的 這個完全不會有事 燒一燒還是可以用 最後呢就是 剛才指紋嘛 疫苗開啟 還有熱感印密碼 這些都是很OK的 我覺得 家裡有一個發育金庫 讓妳發生任何狀況的時候 永遠都還有留一線 最後的保險 我覺得很讚 謝金大哲最後的保險是這樣 OK嗎 媽媽他們 會失望耶 但自由花費 對 如果是有金庫的話 大家可以換自己喜歡最重要的東西 我跟你講 現在瑪莉亞這個是全台只剩一個了 對 然後等待整個這個播出的時候呢 大家如果真的買一個金庫 我們再考慮 考慮 把這個收出去 對 抽獎 抽獎 那就期待一下 好 拜拜 妳是唯一一個有雙造型的 就是妳看妳舞台上是這樣嗎 對 可是妳舞台下是另外一個 對 妳覺得那個的反差造型呈現出來 妳有覺得就是嚇到嗎 其實我自己拍 但是拍的過程還是不知道呈現是這樣的方式 所以我就覺得 哇 原來是這樣的感覺 雖然是我去演的 但是沒想到 原來是這樣的感覺 而且比我想像的更豐富 更有深度 我覺得畫很好看 很喜歡 而且我真的感激導演 真的太用心了 從我的毛怪這個 本來我的粉絲的名字 就是因為是我的姓氏 中文念詞阿布 然後我過來送電影公司的小孩子叫阿布 阿布需要毛怪 所以我的粉絲除了毛怪 這故事我很少在外面講 結果剛才 對 毛怪 毛怪 居然被用下這個感 我就覺得怎麼那麼用心 太用心了 牌子裡面也有DES那些 我就覺得 很榮幸 真的謝謝導演 剛剛看的時候 因為我想起第一顆鏡頭的時候 第一顆是什麼 是不是就是 達哥跟你姻緣的那個 欸好像是耶 表演的那個 對對對 幫我再把那個 沉浸那個整個夢幻改 好 對就是真的一切都很快樂 對我現在在這裡好快樂 因為你要帶給他們最快樂的 好 And action I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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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OK嗎 可以 其實 想起來之前 AKB的時候 怎麼當偶像這樣 然後就是再浮誇一點 我會覺得還蠻好玩的 然後你們的答案真的是很棒 這是什麼 真的 你的周邊他其實做了一系列出來 真的假的 你看這個螢光棒其實是你的 哇塞 對 好用心喔 他想帶回家 好開心喔 這次可以當偶像 非常開心 雖然是演戲 但有一點像做自己 就是一般是做自己的部分 所以今天是當偶像的 Yumi強的版本 所以我今天是還蠻開心的 然後沒有那麼壓力 之後會有一些些 不同的 完全跟我的個性 完全不一樣的 Yumi強 所以之後大家期待一下 那你看看這樣子 四集嘛 雖然我們沒有看完 有沒有哪一個是 印象最深刻的部分 我是 陳薇 茂木優美 來講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在警察局裡面 謝正達跟那個華益在那邊一直講 就是 粉絲跟粉絲的一個互動 那妳超可愛的 超可愛 他們有真的演出那個 粉絲跟粉絲 遇到 喜歡同一個人的那個感覺 對 我覺得 聽了之音 太喜歡了 那妳覺得跟達哥 最有印象的部分是哪一場 外面那個 我昨天的那個畫面 對 就是他送我外送的那個絲畫 哇那個好讚 那個其實 沒有那麼簡單 你們要搭配什麼聲音跟什麼動作 什麼的 反正那一幕也是我們花很多時間 分享默契然後拍 她說 不用不用 不用不用不用 我只是想休息 你說 沒關係 我其實如果觀眾的話 就是帶過應該是說就是看了一個過程 但是對我們來講每一個都是很努力排出的畫面 所以我覺得原來演員工作是這樣的感覺 應該沒有染上眼影吧 染上眼影 就是抽煙 完全沒有 我都痛苦 你知道嗎 而且是我這個真的一直很想跟大家講 因為其實我不知道泰哥吃不吃到 所以我一直是偷偷的 我有一次是問一個工作人員 怎麼抽 那時候呢 就是泰哥一進來就 沒事這樣子 因為抽煙有味道嘛 然後家裡不想抽 然後就是去外面抽 可是呢 因為如果被拍到 欸我講什麼都沒有用耶 對 如果被國台拍然後 播出來 然後我說 欸不是因為這是為了拍戲 誰會相信 所以我只能在家裡出發的那個 換氣的那個地方 對 然後 是這樣嗎 對嗎 然後看一下發電廳上 是對嗎 然後打給爸爸 欸爸爸怎麼抽煙啊 這樣 是蠻 蠻 辛苦的 所以希望畫面是 有 有感覺的 是不是可以的嗎 OK 真的 好開心喔 大家如果有演 被殺掉之後的屍體 其實基本上都是演在 命案現場而已 對 不過 瑪莉亞呢 她是有躺在哪一個 法醫香菸的那個 第一次演這個 躺在哪裡的感覺 也是怎麼樣 那個大家有躺過嗎 那個很冰 然後我也是就是因為屍體嘛 大部分就是沒穿的 躺在那裡 真的是有一種特別的感覺 我明明就還活著 但是很像真的屍體 然後還旁邊有人看著我哭 對 然後我又不能呼吸 對 然後我又不能呼吸 對 四集也是要演 但要怎麼演呢 很挑戰 怎麼挑戰 因為感覺不是躺在那裡 對啊 也不能呼吸 然後表情要控制 然後剛剛問大和尚 我應該有拍什麼表情 然後她說 漂亮 最漂亮的表情 她應該在跟我拍完笑 所以 我再想一想 我可以加油 對 今天加油 加油 好 打開這樣 好 這個不要碰到大家 務必 這很利喔 我剛剛真的是 裝死 因為一開始想很多的時候 一直想 怎麼呼吸 或是怎麼停止呼吸 然後想大的時候 反而不能裝心 所以我剛剛最後是裝死 真的是什麼都沒有 我已經死掉了 這樣 她有憋氣嗎 有耶 可是 後來憋氣憋到 就是 太突突了 所以後來是 美美的 幸福不要那麼大就好 對對對 反而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後來拍一拍就會找到訣竅 對 下次拍就會很像 還有下次 有有實體了 假如施放一來 這部也是讓我知道一個台灣文化 就是當實體的時候 一定要領一個紅包 對 沒錯 然後我領了不少幾次 因為太長死 演很多次死體 那那個時候 他們不是有因為要拍那個證據 給那些就是大家調查 你有發現 他那時候發的那些照片 是沒有蓋布的嗎 對 你有發現這件事情 這個我是該怎麼修比較好 我跟你講那個是替身 對 這個很酷 超酷喔 我的真的胸部跟真的這邊 只有這兩個都是替身 其他是我 但是那個出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欸好犧牲喔 對 而且我的第一幕 雖然那個不是我 但是我的第一幕就是 就是那個 懸娘刺骨那樣 就是樓體背影 那個不是我 不過 你自己剛才看的時候 你有瞬間覺得說 欸 我有在那裡這樣過嗎 其實我有想過說 欸 哪一個是我 就是有一點 我也分不出來 啊 胸部真的不是我 畫你們想像 講到這樣的話 就是代表導演的那個功力了 對 很厲害 那瑪莉亞對陳偉好 跟陰政好 兩個導演的印象 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他們真的很用心 因為可能第一次聽到 要拍影機囉 一日系列 大家一定會覺得 可以想像那種 之前拍的比較認真的工商 那種感覺 從來沒有想過 還甚至是Netflix上面 我真的覺得他們兩位 真的很勇敢 很勇敢 很勇敢 然後很相信我們 對 對 而且他們很有耐心 對每一個演員很認真的面對 他們就是願意真的來 然後跟我說 等一下是這樣 這樣這樣 之外就是跟我共同 我想請教一下 日本人如果真的很深深的時候 講什麼話 或者是 你講看看這個台語 會不會 就是日本人講出來 有沒有這個感覺 所以就是 對每個人非常認真的研究 我覺得 非常感謝他們 好嗎 很讚 那最後 對你可能會比較難 你剛才開完這事情 用一個成語 來寫什麼話 用你印象中的成語 成語 成語 我的印象中的成語 蛤 我才跳 欸 原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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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如此是成語吧 是成語嗎 原來如此 對 原來如此 因為就是 到看完最後 才知道 原來如此 到現在我們也是剛剛 跟邰哥 揚揚上看完 所以那個換人是誰 所以呢 這一部戲是一直要連下去 看到最後 你才會發現 兇手是誰 對 原來如此 這樣子 請大家 去Netflix 看一下我們的真感分局 對 讚 看完了 哇 覺得怎麼樣 覺得 因為我其實演的部分 就是一點點 所以本來就不知道 這一齣會長怎麼樣 所以看了前面四集之後 蠻驚艷的 會覺得 哇 就是 它的劇情很緊湊 然後也有效果的地方 我也覺得都 有效突然覺得 欸 蠻有趣的 然後也看到很多 我們平常熟悉的人 不同一面 覺得 哇 印象深刻 那 在定妝的時候 到真的看到 影片裡面的自己 就是定妝完的這個 呈現 你覺得 感覺如何 我真的剛看那邊的時候 我想說 大家真的有發現我在哪嗎 習慣你沒有瀏海的造型嗎 其實不習慣我一直不敢看鏡頭 你知道嗎 剛剛看一個回播的 他說 這誰 你誰 我們覺得可以耶 真的嗎 我真的不習慣耶 你看你看這樣就覺得像平常的我 這是誰 不過看起來公開的好啊 好 只有誰 只有誰 你覺得就是我們剛才七個人 都已經出現了 誰的造型 你印象 覺得最深刻 我現在是達哥的 達哥平常 你知道他是偶像團體耶 他 現在更的偶像人 對 現在是偶像下面那個 哇厲害了 他那個應援不得了耶 我剛剛想說 哇 達哥感覺拿出了另一個自己 那剛才看到 就是演出的部分啦 就是你自己喔 哪一幕是你在演的時候 跟看到的時候 覺得想像不一樣 或是印象比較深刻的 有沒有哪一幕 覺得最難的是 要很正常的講那些 不是平常會講的那些縮語 吃得還行嗎 還行啊 還是下次我們找傳小吃 傳小吃 傳小 傳多小吃啊 傳多小吃 對啊 你不是說你喜歡吃米血糕 你喜歡米血糕還是米依賢 米什麼 米血糕就是清爽一點的 米血糕就是粗一點的 顆粒大一點的 米血糕我覺得很重要 有啊 黃瑄啊 他跟你對戲是最多的 對 而且是最密集的 你還記不記得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或是說 跟他在對戲的時候 最有讓你覺得衝擊的地方 我覺得最衝擊的是 他在突然有點怒怒症的感覺 因為我就覺得 瞬間好像不知道是哪裡惹到他 他可以切換情緒切換的蠻快的 對 那楊跟黃瑄要演之前 他們要快先做一個演練才會上車 我覺得這一個事情 其實充分顯現導演的謹慎 楊是第一次 所以他們先在旁邊演練 進入狀態之後 再上去演 結果不會浪費太久的時間在拍攝 安靜 你不要叫 然後他就會凶你之後 老師妳有行衝嗎 老師妳有行衝嗎 我手機又沒電了 我手機又沒電了 我氣到發他嘴巴呼吸 你最討厭的人一直講這種幹話 好 這樣 好 待會兒擔戴了 不好意思 要驚嚇好了 好 老師你開慢一點 要危險駕駛 你給我安靜 你不要叫 老師 開慢一點很危險 行衝 行衝 等一下行衝 我行衝 太不爽了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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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要差不多這樣 OK 好 我覺得很 很白 好 好 好 來 CUT 好 尋衝 一直在心裡面 尋衝 我覺得今天真的 好算順利結束 順利結束 對 謝謝導演 謝謝黃軒 謝謝大家 才會有那個比較難的 接下來的台詞我覺得更難耶 光一個行衝 我不小心講成行動電源 而且是太順口了 對 當然一直說把行衝行衝默念默念 對 我剛剛一直在裡面 一直想說行衝行衝行衝 把它植入我的腦海裡 超難的 好的 我會努力 謝謝 而且他最後把你頭丟到 路邊這一種 然後你在那裡大喊 就是講一種 比較情緒性的字眼 而且你的那個肺活量 是我們平常沒有看過的這個狀態 誰會沒事在路上大叫 會 停下來 你夾快來我們夾 可是因為跟你平常的習慣很不一樣 所以你在進入這個角色的時候 導演是不是有給你很多的 揣摩的方式 讓你去好好地釋放出真的內心的能量 因為我其實平常有很多 喜歡是可能看到別人就會先笑 或是覺得要保持微笑 但其實在這裡面有一種 模範身高冷感 就覺得自己很厲害 然後是很會念書 也覺得自己講這些說語也都很正常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它本身設定就有一點微微衝突的 甚至對別人生氣我都不可能大吼 所以我還覺得那個呈現你不一樣 我那時候其實應該吼蠻多次的 因為導演希望是可以再更生氣一點 後來又覺得說哇好像在 就是發洩自己的 平常隱藏的情緒的感覺 就是平常會覺得說 這樣子對別人會 造成困擾 然後是 就是不可能自己做到的事情 但是在戲劇裡面 就是好像是一個抒發 好像自己看自己還是會覺得 欸就是怪怪的 還是會覺得有點害羞 但我就看就是夥伴們 然後在台上表演 我就覺得哇好驚喜喔 那感覺很驕傲耶 你沒有為自己驕傲 還是會有點害羞 但是同時也會覺得說 哇我可以跟這麼多厲害的演員同台 就會很榮幸 那最後一個小難題 我們應景一下剛才的這個正港分學 這個成語殺人事件 如果一個成語 來揭露你剛才看完的感覺的話 我覺得 欸觸目驚心是好的嗎 都可以都可以 觸目驚心 對我覺得很像 因為很多畫面你會 哇那個應該是說 我覺得它很多的 就是那些手法有點太寫實 到你會有點嚇到 它那個快智人口的那個 我覺得很 因為它那個 它現場它直接這樣 那個太真實了 真的是有點 對我來說有點 shock 觸目驚心 這個 整個劇情是峰迴路轉的 大家可以期待 希望觀眾可以就是 看完我們這個然後再回去看 你們因為看了這個之後 會發現很多的細節 沒看過的 真的就要馬上去看 因為真的 很讚 很讚 好不好 親心 真的是要很感謝他們 因為上次我們在很遠的地方三隻 他們也是送到 我們今天在瑞芳 他也是送到 而且還有很特別的 只好說 因為我們有時候找不起喔 所以你看這種 還有這種 特製 非常的感謝親心福全 我們也會一起共好 讚讚讚 親心福全 看完了 對看完了 你覺得 就是一開始去定妝嗎 對 然後到真的拍出來 然後現在看到 對 你覺得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導演跟化妝師 服裝師 剪接師什麼都超級厲害 因為我其實蠻擔心 我自己在大螢幕上面呈現 就是不習慣 然後可是 剛剛看了之後 我覺得有 因為有剪接過嘛 配樂 然後還有一些聲音啊 一大堆東西去調整過後 欸 突然覺得好像 蠻帥的 對 就突然覺得沒有那麼害羞了 其實真的蠻帥的 其實 就真的是 李羅大哥 哈哈 但說真的就是原本我蠻擔心的 就是不敢看自己 真的假的 對我原本是蠻沒自信的 那時候我看的時候 我就覺得 你在那個裡面的表現的感覺 嗯 好像你很常在演戲 欸 就不會覺得是一個 就是很少在演戲的一個人欸 我剛剛這樣看我是覺得 因為我知道現場狀況是怎麼樣 就是我現場狀況其實是蠻緊張 然後 大家都是很厲害的演員 會導致我壓力很大 因為我們有 在偵訊的那一幕 其實是我最擔心的一幕 是因為大家連環泡的一直在訓問 然後跟接話 我在現場是蠻挫賽的 我現在輕鬆了我跟你講 我就知道了 幹嘛 來來來來來來 你們誰叫我拍戲的跟我去裡面坐一下 是你嗎 是不是你 你進去 你進去 啊你覺得 今天怎麼樣 今天喔 對 還不錯啦 這導演不錯啦 那我很輕鬆的啦 沒有我都睡不著 吃不下去啦 不過這一場玩了之後 再來就 就輕鬆了嘛 少吃甘蔗啦 就這樣 不是這樣啊 因為太少了啦 沒有沒有沒有 這樣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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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逼死我 我真的是 好像感覺 剪了大概兩年的壽命 因為我跟你說 其實表演這種東西 我是非常有表演慾的 我老實講 可是我可能是 不習慣一件事情 就是 全部的人 就是要守著 我講台詞的那一刻 喔 對我剛剛就跟許光安講說 欸 真的謝謝你們 就是那麼好的這樣陪我這樣子 對戲 可是有一件事情 我 不知道是我沒有訓練過來 怎樣 我只要看你的眼神 我就會腦子一片空白 就忘記所有事情了 這個好像真的是要 稍微訓練一下 這真的是要訓練一下 然後 我就後來就說 看他的這個 這邊 我就後來就看他這邊 我就有點就是 擔心 比如說會影響到劇組的進度啊 或是演員的一些進度啊 因為他們拍戲是這樣 就比如說 畫成兩面嘛 對 鏡頭先拍這一面 然後後來再拍這一面過去嘛 我是第二part嘛 然後等於說先拍他們 我就很輕鬆 我在那邊弄輕鬆的時候 欸 我們想要那個輕鬆 不是輕鬆 因為那等於是 他們都很強嘛 都沒有NG嘛 對 然後那個壓力 累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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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換我的時候 壓力三大 欸 不過我先講 我真的是有認真在做功課 因為 這什麼台詞 三頁 我跟你講 基本上每個人 大概都兩三頁啦 都有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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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那個 許光漢對戲的感覺 你覺得怎麼樣 欸 厲害就是厲害 帥就是帥 我後來發現 我跟他 眼神交會 我會忘記所有劇本 一個就是 他的氣勢太強 另外一個呢 他真的長得滿帥的 皮膚也滿好的 真的就是那種 小男生 你知道嗎 很讚 欸我剛剛 有被導演稱讚喔 你說那個嘻哈 就是嘻哈 那邊演得最好 因為我平常就是在那邊 會嘻哈 欸你在嘻哈 連那個 Lulu跟許光漢都直接崩潰 笑場 OK 我跟你講 這就是我 今天得到最大的收穫 能夠讓 欸 Lulu也是有演過好幾部 厲害電影的人嘛 對 許光漢更不用講了 一堆明明的跟他合作過 欸 我也是 那個 其中 跟他演戲的男人 先走了 OK 同學們 上課囉 誰的麥惟燈幸福特餐 我的 誰的麥惟燈熱活特餐 我的 我的 我的熱活特餐 你這看起來好好吃喔 我這個裡面有 我超愛這個 然後有沙拉 有麵包 還有豬排 你的呢 我的有 法國吐司 德國香腸 右色沙拉 鮮蛋沙拉 還有半顆地瓜 好幸福喔 很爽耶 吃這麼好 那我們去吃飯吧 好啊 誰的麥惟燈師廚 我的 請問老師 為什麼你要點一個 麥惟燈師廚 因為我們本校 有餐飲科的同學 這位是我們 餐飲科畢業的大學長 今天來教我們做 麥惟燈特餐 師傅 我今天想要吃一個 羅勒薰姬 做得之茄之飯 可以嗎 好耶 不錯耶 那你還有什麼好推薦的呢 哪個湯品巧達農湯 對答如流 相當得體 給過 吃個麥惟燈鮮魚 不好意思… 是我的… 謝謝… 同學 為什麼你要點麥惟燈的鮮魚 因為今天剛好主廚來了 所以我希望吃一個 麥惟燈的鮮魚湯 OK 謝謝 這個梗 麥惟燈沒有賣鮮魚湯啊 他不知道是在業配嗎 這個廠 還是要靠我來救 本次請請未來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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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最印象深刻的是我被那個取光漢追的時候 我先跳幾個後空翻 然後我先跳幾個後空翻之後 我再衝破玻璃 因為我那時候從玻璃掉到一樓的那個過程中 我其實很怕受傷 但幸好我覺得現場的那個武術指導跟那個… 好啦不要再演了啦 那是替身… 但是我覺得現場真的印象最深刻的是最後面在停車場 打架的那個部分 因為其實要找到跟我體型很像的替身有點難 因為那時候我記得我是好像蠻胖的時候 我在被拉下去跟那個許光漢打架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我印象是蠻深刻的 因為許光漢真的是蠻會演的 就是他感覺已經融入在那個角色裡面 所以他是有點來真的 那我這個人很容易被人家影響 你來真的我就會想說來真的 來問一個比較題外話的 好 但是也是這個影集裡面的 就是因為Kell哥你第一場 其實是在一個網咖 對… 然後往他拍 然後那時候 那個地方竟然是你的公司 就是你的經紀公司 對 你好 現在是林博森 林白森的第一顆鏡頭 他算是我們七個裡面最後一個進竹的了 然後前面其實基本上都還算順利啦 那就看今天KID的表現會是怎麼樣了 然後有個地方很酷 就是我們現在在的地方其實是一個E-Man 就是網咖加漫畫加洗澡加什麼的那種 可以直接租一個包廂在裡面弄到爽的那種地方 我們覺得說這個支持的美術真的是很可怕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看一下裡面長什麼樣子 林白森的辦公室 阿布 哇他的衣服 重點是 乾爹VTX 好不好防水鞋 機能防水鞋 大家一定要支持 賣一下 我們剛才掃完了 阿布的IG 貼心都炸掉了 林白森我們先看一下桌面上的螞蟻視線 我看一下 再看高一點 再看高一點 好 然後手指舉起來 好 手指不用拿這麼近喔 好 這樣子 好 對 阿布 你幫我點一杯咖啡 幫我送到辦公室謝謝 對 對 他結實沒有問題 對 對 我結束之後再請你我沒過去跟你總吃個飯 怎麼樣 好 那就這麼說定囉 OK喔 好 謝謝 掰掰 阿良來了 他從頭到尾都在 我只是把它視而不見而認識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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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太可怕了 我不能 有那個 分心的意 我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都不敢來找你 但是其實 你跟靳婷兩個 真的就像七爺八爺 一個高一個矮 這個劇場中 隨時的亂竄 我很怕就是 突然讓你分心 然後要切綜藝 又要切戲劇 讓你整個 不行 所以真的不行 我就想說 就是先讓你整個人都進到這裡面完之後 再來跟你聊一聊 我真的是很累耶 但是為了團隊 好不好 我怎麼可能不拍呢 聽說已經十年以上沒有進劇組了對不對 超過十年了 超過十年了 而且你知道我上一個劇組的美術 對 竟然是這個劇組的美術 我知道 他那時候跟我講 嚇死了 不要提 不要提了 所以 我等於兩次的劇組 都被他看在眼裡 真的 我每次都是這樣 很害怕的狀態 那今天當開完 到現在目前為止 你覺得如何 我跟你說 導演很重要 導演真的是非常有耐心 跟我想像中那種 演什麼東西啊 會不會演啊 怎麼會選你啊 等那種是 完全天壤之別 就兩個導演都非常的有愛心 然後非常的關懷我 然後非常的照顧我 我在片場前 一天吧 一整天 我是沒什麼睡的 因為我真的滿緊張的 但是到現場我就想說 不行不行 我要Hold住 我要Hold住 我要扛住 所以我進來就好像 很習俗平常這樣 但其實不是 好啦 再來齁 這個剛好就是先直接 試水溫一下嘛 是 因為再來比較難的就是 真訓師那些東西嘛 哈哈 你要我背台詞 哇 我今天這個台詞算短了 我都快背不起來了 你們這台詞應該就是 把我當那個什麼 柯南的那種黑人有沒有 黑色 然後只露出眼睛跟笑容這樣 全部都配音就好 全部都可以配音 我覺得 我其實也是有為這個戲的角色 做好 我大概整整一年的準備 哇 我的啤酒度就是為了這個角色 哈哈 所以你看我這角色 穿這個 就是多麼適合啊 對 OK的 後來想想 我覺得 我的經紀人的辦公室好像太大了 他應該要就是一個 廣咖的格子 就可以做一堆事情了 我覺得電影是一個 很妙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覺得 他可以在很 瞬間讓你就是 進入到另外一個世界 我就是那種情緒派的嘛 一進去我就真的馬上有感受到那個氛圍 我覺得那個真的還蠻酷的 然後最後看完的四集 如果有一個很簡單 很簡單 馬上瞬間想到的一個稱 一語成稱 一語成稱 對 雖然說一語成稱的真正意思是 烏鴉嘴 比較屬於負面的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 真的就是一個比較負面的事情 當時 當時 一語成稱什麼鬼啊 都一語成稱你 演唱會也一樣 對演唱會也一樣 不想唱歌就唱歌 就唱歌 不想演戲就演戲 這不是一語成稱嗎 對不對 對 但是我覺得這個結果是好的 一切都是還不錯的狀態 所以之後如果有其他的邀約 可以開始嘗試畫戲劇方面 我覺得如果是不要壓力太大的電影 我可以先從一些比較就是 自己的角色挑戰 我會覺得比較適合 曾經有電影邀約嘛 那那時候就是會直接拒絕 因為我有點害羞 我不太想要覺得 我在大音樂上被人家這樣看 就有點沒有那麼有自信 但現在覺得 如果遇到好的導演 好的劇本 當然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可是 如果真的有是這樣的話 我會 嘗試一下這樣子 好 讚 謝謝謝謝 沒有錯 我跟你講 這台車好不好 謝震達御用的機車 他在外送的時候 都是騎他到處征戰 這台機車呢 我只能跟你說 我們大乾爹啦 不只是 謝震達 還有黃曉英 他們只要是外送的部分 都騎這個品牌的機車 這個品牌 這麼支持我們這一部 鎮港分局 我一定要把他的資訊 講一下好不好 光陽 KINKO KRVMOTO180 搭載獨家PTM鏈條傳動系統 大幅提升加速感 仿賽獨立後搖臂 造就5050完美配重 多層次幻影光澤 霸氣鋒芒藏不住 想成為路上最耀眼的白牌王者嗎 趕快到KINKO全台授權經銷商 下旬 大哥 我覺得 我覺得怎麼樣 還蠻爽的 會想要再繼續把五六集看完 而且我覺得 特別是第三集 我覺得很好看 因為我們都出場了 沒有其實我覺得第三集的故事轉折 真的是會讓人家 還想再看一次喔 我覺得第三集的那個故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啊 好笑的嗎 還說這樣呈現是 對的嗎 結果我剛剛看完 我自己都在笑 我覺得還蠻滿意的 我記得我們第一場戲 應該是在一個大馬路上吧 對我第一場戲 騎摩托車 對對對 我跟你講我第一場戲 反而我還沒露臉耶 對啊 哈哈 我從頭到尾都戴著安全帽 看那個電視嗎 看電視 然後後來有一場是跟溫妮 對對對 我就這樣看溫妮 從頭到尾那也看不出來那個人是誰 我心裡想說 其實不一定要我來演這顆鏡頭 哈哈哈哈 今天是達哥的第一顆 達哥第一顆其實有點難度 在一個路口拍的 等一下回去想要看一下他們 劇組一般在路口這種處理是怎麼弄的 然後現在達哥已經到了 你可以看一下啊 達哥 好我們再回來 是怎麼樣 達哥也有這一天 什麼也有這一天 不是我覺得達哥很敬業 就是完全 那時候大家在想說 到底要怎麼把達哥變醜 然後我還想說 怎麼可能達哥帥成這樣 怎麼可能會變醜 我覺得 劇組很厲害耶 但我覺得達哥還是帥啦 對 在我心中很帥 尤其是在達哥整個 融入那個劇情的角色 真的是專業 真的是專業的演員 果然可以飛鞋 不好意思喔 有時候鞋子就是會飛出去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我覺得這個角色最難就是在於 我這個狀態 這是什麼樣的狀態 這是什麼樣的狀態 讓自己處在一個很不正常的狀況 我自己研究了一下就是 當這個角色啟動的時候 一定要先從眼神開始 嗯 正常眼神是長這樣 好帥 好帥 但就是這種眼神 要先閉眼睛 然後再張開 然後就是 就是 眼睛有點就沒辦法 張開看人的那種感覺 如果再更好一點的話 就可以讓他有點 三白眼是最好的 哇 真的耶 但我這個我沒辦法演戲 會有點乾對不對眼睛 不是 我會看不到人 打哥打哥 打哥要上市了 快加油 加油 打哥的機車屌不屌 我跟你講這次 為什麼要突然提打哥的機車 光陽的 好不好 主要是光陽是我們這次的大乾爹 贊助我們每一台送貨員的機車 他這次贊助的車型跟車款都還蠻好看的 如果有興趣的給我其實真的都可以 去他們的官網或是 去店面 來去做一些挑選 我們很謝謝他們 所以我一定要特別介紹 光陽機車再說一次 帥 來這裡 1 1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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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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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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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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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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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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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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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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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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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的時候啊 大哥有沒有印象最深刻的那一幕 我必須說 因為我們角色在裡面 其實真的就是 戲份雖然沒有到很多 但是只要一出場都是高潮 這是真的 所以我覺得我的每一場戲 我印象都還蠻深刻的 當一開始出來就是那個 拍映圓舞的那一場 那個也是 我一天就沒聲音 我那天就是 好硬喔 大哥真的是使出渾聲結束 我第一次知道聲音可以喊到眉聲 因為有幾顆真的是要全力在那邊 因為導演希望有那個 宅男那種瘋狂 喊到有一顆是 自己就突然間斷生 然後我就是講不出話來的那種 重點是 這一個的那個宅男的那種 聲音跟瘋狂啊 就算不是在那個 演唱會的那個現場 連在偵訊室 你跟大賀兩個人 那時候也可以感受到 有感覺到 欣欣相惜的一種 哈哈哈哈 氛圍 那大家在 定完妝 看到那個看到 演技裡面的 自己的 這個妝出現的時候 你會感覺就是這樣 就這個妝的呈現 是不是 真的有入味 那時候 一陣好導演講的這樣 完全翻轉 我覺得必須 套一下就是 我和鬼家人這部戲裡面 一句台詞 不敢相信 哈哈哈哈 因為其實那時候 我們大家在聊每個人角色的時候 其實都聊得很大改 然後這真正出來 那種那個整個形狀的時候 才會覺得說 認真 確定 呵呵 就是我們每個人都被 大改造 對 像我的造型就是 可能頭髮要 弄得油油的 然後臉上雀斑 要點出來 做一些痘痘 眼神的那種 死掉死掉的 那種是我自己加的 然後牙齒還被畫成黃色 然後我自己還就是 有一些時候 讓自己有點 扣到的樣子這樣出現 是不是連走路 打的那種 肢體 有 因為就是像 因為我看你看你是這樣 然後舉手也不會舉太高 然後就是感覺有點 對 因為我覺得這種人 可能就比較偏沒有 自信 或是沒有安全感 所以他 可能肢體不會是 整個是打開的 他就是可能會 一直是讓自己 就是畏畏縮縮縮的 這種感覺 那時候那個狀態 其實就也一直在替這個角色 看可以怎麼樣 更符合他這樣子 現在就是 不願意承認 有沒有 那一百分 不會啦 其實那時候我覺得 一演完的時候 導演啊 然後 舒嬅 就是每個都會覺得說 哇 很期待 這個角色的曝光 讓大家看到 有一個人就想要問那個 達哥跟瑪莉亞 就是你幫瑪莉亞 配音這件事情 內部真的很精彩 因為一開始那時候 導演在跟我講 這一場戲 是要降眼的時候 我一直在想說 所以我要學他囉 我要整個去模仿 瑪莉亞的講話方式 講話口氣 然後那時候我就一直在跟 瑪莉亞桑 就是對台詞 還錯 但有一點人類 還錯 有一點點累 想早點休息一下 想要休息一下 然後達哥就會說 等一下我馬上去幫你買 櫃圓茶 等一下 我馬上去幫你買 櫃圓茶 不用 我只是想休息 不用 我只是想休息 不用 不用 我只是想休息 不用 然後 很快 我奇策一下就回來了 很快 我奇策一下就回來了 不用 真的不用 讓我休息就好 不用 是這個意思 不用 真的不用 我只是想休息一下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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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想休息一下 我們到時候就是會維持那個表演感 可是會加快一點 你幫我講話 不要吹聲音 動作還是要有 然後我們來看達哥的聲音 好 今天表演很棒喔 還不錯 只是有一點累 想早點休息 那我們多加一個去對好了 比如說那個 你說要去買櫃圓茶 然後你可能 喔 喔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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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想休息一下 對 就多一個那個 這個是我們到時候拍的時候是這樣子 你會在真訊室講這一段的表演 對 所以其實 如果我們會先拍完你們 我們是先拍的 所以是真訊室完之後 我們要去對 是他要對你的 所以就反過來 到時候我們表演的時候 我們會把達哥的 講的東西給你看 所以我才說 我們抓一些比較特別的 好 然後 喔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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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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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喔 如果你現在這樣講 你就要這樣演 做一下 喔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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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停一下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不用不用 對 然後到最後這樣呈現 其實剛剛看到整個播出 我覺得 哇 導演真的厲害 對 真的後面在人家想說 我受不了啦 哈哈哈哈 還有就是 達哥在這一個劇裡面 造型的這些犧牲嗎 有沒有什麼話想要對 兩位導演說的 應該說 因為我之前就跟 音正好導演合作過 其實在那支MV裡面 他就已經有稍微把我 變得跟我原本的樣子 有點不太一樣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喂 哇 我這樣子的感覺 也滿不錯的喔 然後這一次 在這個正港分局裡面 直接就有點把我那種 吹到底 那種改造的這種感覺 拍完正港分局的時候 我就有跟他下狠話 我說 來啊 再來啊 看你可以把我變成什麼樣子 他每一次都想把你改造 對 我是覺得其實 這幾次跟 音正好導演合作 然後他這次又跟 那個韋傲導演合作 我覺得 因為我也有好一陣子 沒有接觸戲劇 所以 在這一次這個機會 其實我覺得 算是有點 把這幾年沒有拍到戲的那個影 一次把它補上 剛剛拍戲其實一直以來 都是滿過癮 然後會覺得 角色玩得很爽 這種感覺 如果這一次這個東西出來之後 有新的藥業 你會想要再嘗試 畢竟有190個國家 對對對 不知道我會跑去哪裡 哈哈哈哈 是不是大哥會想要再繼續在 演戲這一條路上 嘗試更多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 當演員這件事情就是 你只要 接觸過 你只要有 曾經 享受過 表演這個快樂的時候 我覺得不管 任何時候 其實 有好劇本 好導演 然後 好角色 就 一定會想要再回來 對 一個成語來形容剛才看完的這個四集的感想 嗯 畢語成稱 哦不是 哈哈哈哈 沒有啦 哈哈哈哈 那我只能說 不 可 置信 大家一定要 衝著這個不可置信 趕快 8月22 上完之後 全部把它看完 你們會發現大哥的造型 有多麼 不可置信 哈哈哈哈 看完的朋友 寫一些感想 來我的 愛情理 跟我講 分享一下 好 謝謝大哥 謝謝 謝謝 展示講一下感想 哈囉 哈囉 我跟他一直笑欸 就是每一個點出來的時候 像達哥剛剛提到的 就是每一個成員出來的時候 都會笑出來 不是因為可能認識想笑的 是因為他們的那個角色 然後跟他們的那個 實在是太精彩了 那你覺得 看到他們在上面的跟你平常 跟他們的相處 那個人反擦感啊 會有出息的感覺嗎 完全沒有這件事情欸 因為大家實在是演得太好了 台哥的話 當然不用說 他們就是 跟他平常 一樣 因為他對我們其實真的蠻嚴格的 對於文字上面的用字 其實他視野蠻嚴厲的 因為他說我們可以 就是把話好好說 然後把字好好寫 但如果真的要說的話 我覺得 其實看到我自己 我會緊張 因為其實我沒有演過戲 所以我不確定 我自己在領悟上面 我到底會長什麼樣子 講到這個 你剛才有講到台哥嗎 對 你就跟台哥是 很大的一個對手戲 對跟水源老師 直接有一個很長的對手戲 你對你那時候覺得 他的那個感覺是怎麼樣 老實說我一開始 是有一點點 不知道該怎麼辦的 台哥真的也是一個 非常資深的演員前輩 然後 只是因為我真的從來 沒有看過他這一面 也沒有對過 所以當下的擔心 其實是有點多餘的 很酷的是 一台action的時候 我覺得氛圍整個不一樣欸 來來來 action 時代不要走 一些壓背 朝vordan 試行 為甚麼他在 ghosts 看 ELLE 不按 我們這些 怎麼樣 我們要索類的來源 對 主要是湖口那邊留下來 對對對 可以這樣 要不然你不能這個詞就 這邊就弱掉了 弱爆 老師我真的不知道 原來你就在裡面 這邊有點強調 你不知道我在裡面 我才接會比較好 請方調查的方向 居然弱爆 邰哥第一顆 鏡頭收工了 就是今天的 不簡單 而且今天這個小圈話表現真的好 真的 他這個戲就是 非常到位 而且他懂這個詞接詞之間 等待的時間 他都拿捏了 哇 這很不容易 那你跟邰哥 當第一次認真 這麼認真的對戲 你有沒有嚇到 老實說我有嚇到 因為在開拍前 邰哥就一直開玩笑說 我跟你說 我一定會在你身上 貼滿大字報 我昨天在想說 我今天要跟邰哥對戲 然後我想說 我到底該貼在哪裡 然後又可以讓他就是 沒有戴眼睛也可以看得見 最主要今天紋身師傅沒有來 本來是要聞在你臉上 那認真的講 我覺得邰哥真的很厲害 你知道邰哥的台詞有多長嗎 我覺得光是我 可能不止下問我就打劫了 他以後的工商量都沒有辦法了 邰哥其實很長 邰哥一直在長 我跟你講 你平常偷懶得很到位耶 我都沒有發現你這麼會背台詞 超強的 你有時候在講這些話的時候 你要看看旁邊有沒有別人 旁邊都是自己人 老闆娘啊 又只有老闆娘不能知道的事情 你還讓他知道 你是不是真的是一個革命學者 革命烈士 我的天啊 今天這樣跟邰哥對戲 他給我很多能量 真的嗎 對就是他會一直投射一些 你知道我會哭成這樣 就被他罵哭 真的嗎 我也太笨了吧 那個情緒會來齁 對他就一直 可是你平常積累了多少那種怨 沒有邰哥平常的這個罵是開玩笑嗎 而且今天邰哥有給問你一個封號 他有說你隨時都可以眼眶伴吼 犯淚小天后 犯淚小天后 小青蛙 犯淚小青蛙 我是說小天后 你想說小青蛙 你是說小青蛙 犯淚小青蛙 犯淚小青蛙天后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介紹 犯淚天后小青蛙 今天在那個一個非常遠的地方 還竟然在這麼遠的地方 有一個非常好的東西 在大家渴的時候 又不方便移動的時候 有一個超級好的乾爹 贊助我們這全部的東西 我會給大家看一下 清心浮全 好不好 遙遠的地方 還是這樣子送過來 我們真的是 十二萬分的感謝 等一下演員卡的時候 就可以享受到這一切 造型部分 造型部分嗎 其實那個黃小英的角色 我自己覺得還蠻享受的 第一 可以不用化妝到現場 然後第二是 可以不用洗頭 因為小英的角色是有 他們頭髮要悠悠的 對 我有一天是大概三四天沒洗頭 這樣 然後我還到場就跟那個舒嬅姐姐說 你看我今天就是沒有洗頭 然後你可以不用再抹油在我的頭上 很棒 對他們是誇獎我的耶 對 怎麼可能會有人沒洗頭被誇獎 就是我啊 真的 而且 因為 因為像之前平常是有染頭髮的嘛 所以就是那一陣子就是要忍著不染 然後就是要製造有點布丁頭的感覺 如果大家有在仔細看一眼的話 你會發現我的臉上其實也噴了很多 像是曬斑的東西 就是因為 外送人出去騎摩托車啊 日曬雨林是一定的 我覺得大家不會想到 欸 溫妮 是這個樣子 對 我剛才有想到 外送人 外送人的最大的工具是什麼 是騎摩托車 摩托車 摩托車部分 你有沒有什麼印象最深刻的部分 這個摩托車的部分 當然就是要回溯到我的第一場戲 這不好的事情發生 希望等一下可以順利啦 給你嚇到 你有沒有嚇到 你有沒有嚇到 好 等一下再來開一看 因為他明天還有走秀 好 希望等下一些實力 那時候摔解是什麼 他笑什麼開心的 等一下各位先把他抓去 乖起來 我今天很棒的是 但是我都沒有台詞 所以我就抱著一個 來撿過一個人腳的心情來 應該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因為地很晃 不要起摩承擂張 你想法是什麼 剛才倒的那一瞬間 其實沒有什麼感覺 是突然全部人在說 然後我才知道 我在上面然後掛著這樣 然後他說 蛤 他是要關心我耶 怎麼辦 這時候他想被關心 但也會難過 想說是有這麼不值得被關心嗎 這個想法很矛盾 真的很難耶 真的很難耶 你怎麼那麼難啊 做人好難喔 不過還好啦 就是他拍的時候 下雨天 遇水則發 第二個 劍紅還會再發 集結兩大會紅的因素在他身上 所以我覺得 你扛的真多啊 其實我覺得 當阿良講到這個部分的時候 我認真覺得 他做這行太可惜了 他很適合去當什麼 那種 占卜啊 神棍啊 跟你說喔這個可以 那個可以 我瞬間覺得什麼都可以 瞬間覺得 reducing 對 我的意思 工作順序 個人工廠 收拾 你跟我講 他的工廠 很多 辣子 還有 好 不錯 超級 好 沒事 妹妹 他中午又不是我教的 剛才我在旁邊看 你很強 很緊張耶 雖然我在演的當下沒有聽到 可是因為我們前後來回回的調了蠻多次 有很多電影的細節 原來是拍個什麼叫BG 就是位置Double 對不對 然後覺得哇以前沒有耶 這次算是比較認真一點的嘗試 然後我覺得 很特別的感覺我受不上是什麼 其實我們在第一顆鏡頭應該算還OK吧 以第一次演來說 就表現到還不錯吧 那OK啦 謝謝誇獎 你的第一顆鏡頭完成 完成 接下來的大家加油了 之後就下次再見 好 對反正後面的路還很長 我們看下去 所以我覺得這算是我的 黃小英第一場比較難忘的戲 就是跟摩托車 也因為這樣 然後獲得了一個比較好的待遇就是 只要有摩托車的部分呢 就是會有替身 我就是因為第一場戲就笑到大家 然後就見邪了之後呢 就沒有人敢讓我騎摩托車 只有哪一個是我們知道嗎 突然這樣在原地這樣殺一下車的那一個人 是我 還有一個東西可以說 因為我們去了一個很酷的一個地方去拍 這個地方的摩托車其實基本的不用騎 稍微左右一點點的 或是左腳右腳稍微能用 對 沒想到除了汽車之外 機車也可以 這棚真的是有點萬能 之後可以想一想可以用什麼東西 來在這個地方坐 雖然說要很多錢 但是我覺得真的很酷 看到機車就忍不住再講一下 光陽機車 來 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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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一次導演用了這個技術 我覺得很讚 很逼真 對對對 讓其實如果要一些飛車系啊 或是在戶外的 可以更安全一點 在這個鎮港分局裡面表現啊 如果你給自己打一個分數的話 你會打幾分 如果1到10分 如果你是沒有超過3分的 就代表你還是覺得自己不太適合演戲 你這樣講 可是超過3分 你就會覺得說 欸我好像之後都可以試試看 嗯 對 你是會覺得我之後都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其實就是經過這次鎮港分局的 整個演戲的感受 然後跟整個氛圍 然後我其實是 喜歡演戲 然後加上其實也有去看 回看了那個木曜遺路的那個試鏡 然後因為其實當時試鏡 我根本沒有想這麼多 然後現在回去看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欸原來我當時試了這麼多不同的情緒 然後還蠻好玩的 那當然也會覺得說 欸是不是好像 當時如果沒那麼緊張可以更好 對 然後所以我覺得 對自己的評分是 嗯 是希望交給大家來評分 因為其實我對於自己第一次出演這種大櫻木 所以我是整個人會 呈現有點飄飄的狀態 我可能想要真的回去看了 第二次啊 二刷三刷之後 才有辦法就是 讓自己交生一團的到底 要達成 對 好那最後 一個成語 哈 一個成語喔 對看完 就最後的一個成語 不可思議 真的是不可思議 就是我怎麼會就是 演了這部劇 然後又跟很夢幻的卡司合作 就是不管是 陳文豪導演 還是英正豪導演 就是兩個雙豪導演的作品 然後我參與到之外 然後還跟木耀的家人們 都在裡面各自有角色 就是很不可思議的一趟旅程 跌了兩年之後呢 終於坐在這裡 可以大聲的跟大家分享 我們木耀的就是跨界 Crossover的合作跟政黨分局 終於要在8月22號Netflix上線了 我覺得非常的不可思議 大家一定要看起來喔 看起來然後看完之後 留言給我們 讓我們知道 掰掰 導演 43天 覺得如何 43天嗎 很漫長 但是 還好我們公司都算盡量控制 所以蠻有趣的 而且重點是因為每個角色 都超級智障 超快樂 我們真的是 從頭跟到尾的時候 不知不覺笑出來 笑的真的是 不開玩笑 而且那個笑的還不是說 一般他們平常那樣笑耶 不是吧 光木耀的幾個 拜託 趣味吧 對 超趣味 但我覺得也不會也是因為 除了他們演員之外 我覺得因為木耀室的那些哥哥姐姐們 其實都很習慣那個 對… 就是到位到位到位 所以其實我覺得也幫很多 幫助很大 對 真的是殺青的 謝謝喔 辛苦了 辛苦了 應該也是第一次跟這麼長的戲劇 對 43天 可是滿值得的 導演43天晚了 感覺怎麼樣 好累喔 哈哈 這時候一講有點心虛 不知道為什麼 中間缺席了10天啦 所以… 沒有 因為導演非常有馬 金馬 精神 然後還有關於鬼要上映了 對… 所以就變很多事情 對… 但我覺得這次雙導演的經驗 讓我就是… 我不知道也非常非常開心 而且我覺得多一個 頭腦可以一起分享很多事情 然後一起去激盪更多 原本自己可能一個人的時候想像不到的東西 我覺得非常非常有趣 拍攝的那個質感也更提升 真的 我們在旁邊看我直接 因為我分完全部 對… 哇 每一顆鏡頭我真的只能講說 我現在不管後面會經歷什麼事情 我也覺得在殺青這一刻 這一部已經成功了 對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啦 我覺得應該是會滿好笑的 而且是非常非常好咀嚼 然後會一次就這樣子一路看到最後一集 對… 那今天就感謝導演 謝謝 辛苦了… 終於殺青了 不惜了… 對… 不惜了…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